今天胡言队总裁珍妮巴斯在接受采访,是谈到了球队目前的核心球星勒布朗詹姆斯,对此珍妮巴斯表示,NBA的比赛在电视上看起来很有趣,很吸引人。 但必须要说的是,当你在现场近距离的看着詹姆斯打球时才会发现,他是有多么高大可是猛,这种物理现象,让人不得不为之惊叹,珍妮巴斯的话让人联想到了当初热火对老板以及阿里森。 在2010年帕特莱莉一首次画热火单巨头的大事件成功后,阿里森也谈到了他对詹姆斯的感受。 阿里森趁自己之前在电视上也看到过赞姆斯,但近距离接触后,可能不被严姆斯的强壮语到大震惊,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。 确实如此,詹姆斯在NBA的注册身高,虽然只有203厘米,但谁都清楚,詹黄的真实身高要比这更猛一些。 而詹黄的强壮程度呢?这种如机械般的体格,只有在面对面时才能够真切的感受到,这是一种压迫性的强大。 看看在场上詹黄突破后碾压对手中锋的力量水准,就能猜到这大概了。 在这詹姆斯拥有的速度可是堪称田径百米选手的水准,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,但如果当初的詹姆斯在高中时期就天心投身于蹲跑领域,谁知道会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呢? 相信也不会太差吧?这样的爆发力和速度,再配合上他的强壮与高度, 确实是堪称一种物理现象了,这也是为什么当联盟中的一些球员才谈起詹姆斯,时往往都会用到一个词,那就是不可阻挡,因为这样的球员几乎就是完美的人体标本一般,身体的各个环节都是如此优秀,可以说詹姆斯的错号天选之词,真的不是浪德虚宁,也不是什么骄傲自大,而只是事实而已。